哈喽,大家好,我是杨阳 一日之际在雨晨 又到了起床的时间呢 麻烦大家在这里停留两分钟好吗 保证你看完我的视频 一天都元气满满,生活充满动力 起床之后洗漱完毕 简单的吃个早餐 今天我妈妈给我煎了一个鸡蛋 但是我喜欢吃这种特别薄的这种 叉子拿着不好吃 我就拿手自己去抓着吃 虽然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却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治疗 我努力慢慢得来的 历秋已经好几天了 都说今秋七月 我们这里的玉米也到了成熟的季节 我就怂恿我妹妹 赶快去看一下玉米成熟了没有 她站在那里犹豫了半天 但是没有动 当时的那个画面 并非是静置画面 她一边走 我一边拍 来到了我们自家菜园子地里面 已经折腾之后 我让她掰开玉米的那个棒 看一下玉米现在能不能煮着吃 看着应该还不错 好像是应该可以了 掰了一些回家之后 我妈开始把这个皮去掉 然后你看这一篓子 我们应该够煮一大锅了吧 玉米我还是喜欢吃嫩一点的 开始煮了就这么愉快的一早上过完了 但是今天我知道注定又是不好受的一天 因为又到了一周一次的吃药的那个世界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病 她吃的是那个 有一种药是抗癌类的药 所以每周一次的这个药吃了之后 我就必须是很不舒服三四天 吃完就是恶心 像吐头晕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不良的症状反应 所以比起一些由于某种事情而造成的痛苦 我这种持续性的并且是长期的痛苦 更让人难以接受吧